对于喜欢追星的小伙伴来说 泽奈组合的名字你一定不会陌生 作为近段时间最有人气的女团 相信很多网友都被这个组合曾经经验过 娴熟的业务能力加上非常完美的舞台 让很多网友一瞬间就爱上了这个组合 由于泽奈组合是限定团的缘故 因此组合成立的时候 就知道会在不久之后毕业解散 只是泽奈组合存在的时间有点短 在网友们的关注声中 毕业演唱会也是如约到来 组合解散对于粉丝来说或许是不舍 但是对于组合成员来说是惊喜也是惊吓 对于人气高的成员来说 淡费solo无疑是更好的发展 能拥有更好的资源 也能拥有更多精力去操心其他事情 而对于那些人气靠组合代费的成员来说 组合一旦解散了 团队资源都没有了 事业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变故 泽奈虽说不是什么当红的女子组合 但是相对于其他组合来说 人气还是非常不错的 只是很可惜 每个成员的人气和口碑都不太一样 解散之后有人欢喜有人忧 这次要说的自然还是我们的赵小棠 其实说到赵小棠的名字 网友们也是蛮唏嘘的 赵小棠在The Night成团也表现出色 以第七名的好成绩成团 尽管在组合中算是比较靠后的名字 但是凭借着赵小棠的个人魅力 他刚出道的时候 人气和口碑在组合中能排到前五 也不知道是频繁受到大家关注 还是赵小棠耿直性格不太讨喜 赵小棠成团之后的口碑竟然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从原本的耿直小女生到低情商偶像 赵小棠说话方式 获得混哨引起了不少网友质疑 之后赵小棠的发展就没有刚出道时候的鼎盛 频繁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中 趁着毕业演唱会到来 赵小棠的新戏点心之路正式杀青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赵小棠首次以主角的身份参演电视剧 这次助阵的实力演员还真不少 首先来看赵小棠首部电视剧的造型 从先前的定装照来看 这部电视剧算是蛮符合现在观众的审美 围绕着美式来展开的故事 赵小棠的造型只能说中规中矩 相对于平常时候的她 我觉得还要逊色一些 但从造型方面来看 可能是角色本身就是普通小女生 因此赵小棠在这部新戏里面的造型 给人一种非常纯朴的感觉 或许赵小棠的出色表演会给大家一些惊喜呢 相比赵小棠这边的惊喜 这部电视剧其他的主演更是让人有些意外 男主演这边已经确定是王彦霖 他应该算是这几年比较热门的男配角 出演了很多不错的电视剧 在很多网剧中有一席之地 这次也是能和赵小棠合作 出演典型之路的男女主角 对他们俩来说算是不小的考验 也期待两位主演能够有比较好的默契 能通过这部网剧给大家带来更多欢乐 前面也说了 这部戏别看是部网剧 其他配角真的太有看点了 比如之前在陈情令中表现很出色的郑凡星 这次他一男丝毫的角色出现在电视剧中 看角色的名字和造型肯定是个非常温柔的打开方式 他算是比较有经验的演员 期待他在剧中更出色的表现 年轻演员阵容豪华 中年演员更是个个非常有实力 钟振涛算是这几年发展比较好的中年演员 前段时间和肖战合作的《斗罗大陆》 开播之后收获了不少好评 所以有了老戏骨的加盟 这部电视剧的质量肯定能有所提高 本以为钟振涛已经算是这部戏中 最有话语权的老资历演员 直到我看到戏美娟老师 不得不说片方还是非常有诚意的 毕竟戏美娟老师这几年的作品比较少 能够请他参演 相信很多网友都已经迫不及待的要看这部电视剧了 相比之前戏美娟老师的作品 这次的造型看起来有些精英范 也不知道他这次是不是在决策突破方面有了新的理解 期待老师在电视剧中的表现 看到这么多实力演员主振赵小棠的新戏 相信不少网友对这部电视剧已经充满期待了 而赵小棠能否凭借着这部作品正式转型成演员 成为了大家最关注的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由于是赵小棠首次担任主演的电视剧 戏中的表现肯定是直观重要的 不过看这部电视剧的类型 对于演技方面的要求应该不会太高 感觉清洗类型的电视剧 最大的好处就是表演中规中矩 不会被大家吐槽 也希望点心之路能成为赵小棠演员的开端 期待他更多好看的电视剧 最后问题来了 则奈组合正式解散之后 你看好赵小棠的发展吗 好赵小棠的发展